花蓮縣水產培育所是花蓮縣經濟漁苗生產以及原生魚類生態保育基地 歷經一年多的工程修復 基礎重建終於是完工了 水產培育所在假日重新開放自由來參觀 並且有導覽暨食魚教育親子體驗的活動 讓親子體驗育教娛樂共同來學習 水產培育所位於鯉魚談判 是民眾週末踏青的好去處 為了讓更多的民眾能夠認識 縣內的特色食魚產業以及原生魚種的生態 並落實永續環境向下扎根的推廣教育工作 水產培育所新增假日時段對外開放 讓親子在假日活動多了一項選擇 該斑多魚吃的決決會比較多 其他的小魚吃少一點 像這種紅酒的話就跟醬魚一顆 大肚魚是一樣 他吃蚊蟲吃了蠻多的 放在辦公室桌子上角落 然後可以作為輸壓 因為辦公室也是很累 會輸壓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表示 學校單位有課程需求 都歡迎和水產培育所聯繫 水產培育所開放參觀的時間為每週二至週日 固定每週一公休 希望透過一個開放的活動 讓民眾知道說在鯉魚談旁邊 有一個花蓮縣的水產培育所可以進來走走看看 那裡面有很重要的一些原生魚種的介紹 那還有魚苗的培育 這邊的話可以讓大家更加知道 花蓮性漁業的發展 未來水培所將持續整建設施及策展 規劃各項的親子體驗 生態環境以及食農教育推廣活動 希望民眾每次來參訪都有新的體驗 記者林傑 瘦鋒香採訪報導